前方就是华为全球最大的云数据中心 直接挖空一座大山 用来储存华为在170多个国家的数据 华为一直以其卓越的科技实力让人称赞 而这座云数据中心呢 无疑是华为为科技创新最新的杰作 前几天华为的汽车上市 可谓是火爆全网 无论是从配置还是售价 让大家都是眼前一亮 今天有幸来到了贵州的贵安新区 被眼前的壮观场景深深的震撼到了 前面呢有一片五彩斑斓的欧式建筑群 远远忘记 毅然就是一个童话般的小镇 来这里拍照留影的人也是乐意不绝 这就是华为全球最大的数据中心基地 华为七星湖数据中心 总投资80亿元 总用地面积1521亩 可容纳100万台服务器 这里将用于储存华为在170个国家的管理数据 同时还将作为华为高层和重点培养人才的培训基地 每年将有一万多名未来华为的精英来自这里 了解的朋友都知道 贵州呢近些年在大力发展大数据 在2013年的时候 贵州省的大数据企业呢 只有1000家左右 如今已经发展到1万多家 可以说大数据已经成为了贵州的一张名片 为此呢还专门成立了新区 目前像华为腾讯 阿里 苹果 百度 三大运营商等科技巨头呢 都将他们的数据存储中心呢放在了这里 那么为什么这些科技大佬不远万里来到贵州建设他们的数据中心呢 贵州呢 它地处云贵高原 气候舒适 像这个水电 煤电资源丰富 它这个电价呢 也是相对较低 这样就为企业呢 节省了一大笔资金 而且由于电力的稳定 才能使数据更安全 不用担心服务器断电和电力不足的问题 大家要知道啊 像这个服务器断电或者电力不足呢 会导致服务器失控 这将会影响网站的正常运行 这些呢 也是贵州的优势啊 大家都知道啊 华为的技术很牛 它在国内的科研布局呢 也是让我惊叹 一共呢 是有三个总部级的研发中心 分别是深圳的板田 东莞的松山湖 上海的青府 其次呢 还有九个一级研究所 分别处于北京 西安 成都 武汉 上海 南京 苏州 杭州 和长春 再加上几个数据中心 贵州这个呢 是最大的 我去过国内好几个 华为的研发基地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建设的非常的漂亮 为员工提供一个 健康舒适的工作环境呢 这在国内的 其他公司 是很少见的 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呢 它为什么要建成 这种欧式风格 网友们 你们知道吗 说起华为 不得不提任正非先生 他是我非常敬重的 一位企业家 任正非呢 是贵州的安顺人 华为把他的数据中心 建在贵安新区 也可以带动当地经济的产业 也可以为自己的家乡 做点贡献 我想对于华为 这样的民族企业 我们应该多支持 它是一家伟大的企业 民族的骄傲 这个视频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 欢迎大家留言补充